好 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判疊式 用英文字母大写的d来表示 那它是b²-4ac 如果你算出来这个b²-4ac的值 大于0的话 也就是它是正的话 那么呢 它是两相亦 十根 就是有两个相亦的十根 好 那么如果你算出来的这个b²-4ac的值 刚好等于0的话 那它是重根 它两个根一模一样 那么如果你算出来它是小一点的话 它是无解 无解 好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b²-4ac的值 来判断它根的情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题目 判断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根的情形 第一个x²-x-1等于0 那因为我们要算b²-4ac的值 所以当然第一步就是要把abc是多少给算出来 那第一个a 它是x²向的系数 所以a是1 那b呢 是x向的系数 所以b也是1 那么c呢 c是常数向 所以它也是1 因此我们要算的这个判别是大b 会等于b²-4ac 也就是1的平方 减掉4乘以a是1 c也是1 好 就会等于1的平方减掉4 1的平方是1 1-4就会等于-3 因此它算出来是负的小于0 它算出来的值是小于0 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 5- 它是5- 因为它算出来的值是负的 所以它算是5- 好 这样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x²加2s-1 一样我们要算大d 所以我们要把abc的值 给算出来 a是1 那b是x向的系数 所以b是2 c是常数向 那它的常数向这里是负的 所以c是-1 因此 我们要算的这个判别是大d 等于b²-4ac 就会等于2的平方 减掉4乘以a是1 c是-1 所以用挂挂挂起来 比较不会搞混 好 这个时候2的平方是4 减掉4乘以1 4嘛 4再乘以-1 就会等于-4 好 负负得正 就会等于4加4 算出来就是8 那8是大于0的嘛 也就是它是正的 那换句话说 它是两相亦十根 它是两相亦十根 好 这是第二题 再来我们看第三题 4s平方减10s加9 好 我们一样要算判别式 所以要先把abc给确定 好 我们来看 这ar是4 b 4x像的系数 所以它是-12 c是9 所以我们在大d 会等于b平方-4ac 就会等于-12的平方 减掉4乘以a是4 再乘以c是多少 9 好-12的平方 就会等于负负得正12的平方 144 减掉4416 16再乘以9 也是144 好 这个时候减下来 它等于0 判别式等于0 所以它是我们所讲的情况就是 它的两个根是一样的 叫做重根 那像这样子 就是利用判别式去判断它根的情形 好 这个地方同学们要注意一件事 第一个 你要计算判别式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abc的子给写出来 你才有办法去代公式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记住 当它大于0的时候 是两相意思根 等于0的时候是重根 小于0的时候是无解 这个一定要记住 你才有办法有一个判断的依据 以上呢 就是利用判别式 来判断一元二次方程式根的情形